基隆疫情延燒 又新增六人確診 這當中是包含了警察局的一名分局長 還有一位是曾經有前往過銀河 小吃店消費的房仲 這也導致一家三口確診 除此之外 還有一位是有載過確診患者的計程車司機 另外還有一個人是感染源有待釐清 醫護人員迅速地幫前來篩檢的民眾 採檢 一下子就完成整個流程 基隆因為疫情延燒 事補二十九號持續加開篩檢站 除了民眾前來篩檢 海大因為有私生確診 不少海大學生也相約一起來採檢 基隆二十九號在政六人確診 包括一名高階警官 還有一名房仲曾經去過銀河小吃店消費 導致一家三口確診 此外一名載過確診客人的計程車司機 也確診 還有一名感染源不明 像是基隆市警局的蘇信分局長 就疑是因為參福確診酒醉的刑事小隊長而確診 我們的這一名分局長 他從外面剛好巡查 這一個遠景執勤的一個情形 那回到了警察局 那在門口碰到 我們這個指標案件的這一名小隊長 那因為喝醉了 所以我們的分局長就參福的他回到偵察隊去休息 協助疫調警力今日開始加入運作 記者致電給蘇信分局長 他表示身體狀況還可以 此外一名刑事局警官 因為到基隆討論案件 會後聚餐 巧遇確診的遠景 因此被隔離 而為求掌握基隆疫情 依不會執行長王必勝 連續升天鎮守基隆 務求斬斷感染鏈 我們現階段最重要還是先把這個 潛藏的病例 或者是剛發病的病例 趕快把它找出來 那把它的這個傳染鏈把它切斷 現階段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這個 像是基隆的台灣銀行 因應疫情變化 已經貼出告示 規定同時間 限20名客人入內 台南市長黃偉哲 則是擔心警戒如果發生疫情傳染 將嚴重影響治安 台南市警局因此要求 相關餐序延後暫停或是縮小規模 記者陳嘉欣 吳家寶 郭俊玲 基隆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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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